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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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經濟日報》 科技產業組的記者 彭子豪 一期的朋友都叫我 一期乾爹 很高興今天能夠幫 一期的電競團 幫忙做上課的動作 其實還蠻興奮的 就是ZA女孩子 看起來活力十足 而且對於電競 還有3C 這一部分的專業 學習度 就覺得還一樣 永遠無盡 今天來的時候 也是有一點 有點怕 怕是什麼 就覺得說 會不會一個中年男人 來到這個 這麼年輕的一個 活潑的地方 好像都可以當 當女兒那種感覺 大家會覺得說 後面太過於嚴肅 其實本身個性 也是很散發的 剛剛的課程 這樣應該是介紹之後 發現 大家都可以接受我的三八 今天的課程 其實是自己在想說 有什麼方式 能夠讓這些少女們 能夠一次 就是了解在電競的市場 所以特地的請到我們 街園的品牌商 能夠來這裡幫忙 借出目前啊 三台的 蘇巴 就是最新的電競的Nobo Nobo 其實就是目前電競的硬體 最核心的一個領域 也是目前各大 所謂的電競硬體 它最重視的產品項目 所以這一次 會用一些比較 口語化的方式 帶領這些 還能夠更了解在 電競的領域 如何去凸顯自己的 一些產品介紹啊 或是說做一些 不同以往的開箱模式 這一次的課程啊 設計時蠻特別的 從我過去開箱的一些經驗 跟他們做一些分享 這希望是說 於未來 他如果碰不到 不管是電競 或是3C產品 希望他能夠一看到這個產品 他就知道 產品的特點在哪裡 直接就會講出來 而且不深色 希望能夠幫忙這些 女孩子們在專業度啦 還有在所謂的 自己的形象 跟行銷部分 能夠把自己 來想另外一個舞台啦